水雷共存 瘋狂触发 超载与蒸发 今天红武技给各位带来的攻略是 T1级超载反应这龙 燕飞武装队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你老婆燕飞武装队的配置 这套这龙的主角是燕飞加行秋加班尼特加北斗 燕飞圣遗物带四魔女或四乐团 组织条攻火爆 武器选择四分元点 流浪乐章 匪育法球 暴击率65%以上 行秋圣遗物带恶水恶中式 主持条冲水爆 武器选择纪理剑 飞天玉剑 带纪理剑充能185%左右 不带纪理剑225%左右 班尼特圣遗物带四中式 主持条冲生制 武器选择副词条是元素充能效率的 充能效率需要达到220%左右 北斗圣遗物带四绝缘 主持条冲雷爆 武器选择西风大剑 充能效率需要达到225%左右 这些角色命座基本无要求 班尼特一命 燕飞四命的话 体验飞非常的舒适且无脑 这里附上角色配置意图留总结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来攻略燕飞武装队的操作手法 为了方便说明 普攻表述为A 战技表述为E 大招表述为Q 记录战斗后 北斗EQ触发挂雷效果 同时增加助场角色看打乱与减伤能力 然后切换行秋EQAE造成水雷共存反应 如果第二下没溢出来就当做无事发生 然后切换班尼特EAQ触发超载反应的同时 生成领域给燕飞提供攻击力加成 最后切燕飞登场E中击Q中击A两下再中击 按照此手法输出到大招加成效果结束 是不是非常简单 第二轮的输出手法也是和第一轮一样的 因为燕飞大招效果结束 基本北斗行秋大招也差不多冷却好了 最后我们来解答一些燕飞武装的常见问题 这种中有哪些角色可以替换呢 其实还蛮多的 燕飞可以替换成宵宫 行秋与北斗可以替换成夜兰或飞谢尔 班尼特可以替换成沙坛或钟离 行秋可以替换成夜兰等等 因此它这种的适配性还是比较强的 爽是真的爽 培养成本低也是真的低 那么本期视频的球魔龙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原神门星攻略者无极 一个玩游戏的零后帅小伙 关注我就更多原神门星攻略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哦